到达大连 ETC 先去修玻璃吧 要不然我担心这个玻璃啊 它会越裂越大 因为刚裂吧 这个每次到一个城市第一站是维修点 总是觉得有点 这怎么不自动开呢 开了 这个开得好近 到杆前了才开 好嘞 先去修玻璃 到达大连第一站 汽车玻璃修复专家 今天开了485公里 早晨8点钟走的 然后现在已经1点22了 下去看一下这个玻璃 这儿 这个修不了 那个 傻眼了 太愚蠢了 那个老板刚才拿块布子过来 插插擦了一下擦下去了 不是开裂 它就是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东西 滑的挺深的 一倒上去 但现在这个就擦下去了 到了大连的海边 你看这边我打算今天在这儿住车 因为这儿一排你看停的都是房车 而且下边好像还有海调的 我们先找地方先暂时把车先放下来 等看到空出来位置 咱们再插进去 这边吧 这儿有个空位 能先停这儿 这边风景还不错 旁边还有个城堡 那个不知道什么事 应该是个酒店 下车看看 咱们开了503到目的地 到达今天的住车位 我现在暂时只能停在那边 你看我后边这些都是房车 拖挂呀什么的都有 这一排都是房车 后边是大海 今天要停在海边吧 而且我看这个 好像还有旁边有人塞海调子 果然 但不确定这边晚上会不会很吵 至少是风景是很美的 先在这边等等吧 等等这个 看看有没有人走 车位空出来之后 我把车插到里边去 面对向大海 晚上的时候在这边搞瓶啤酒 坐在这边喝喝酒还是可以的 风景相当好 十分适合房车住车 而且好像这边没有人收费 都是免费的 所以才停一排房车 房车里边都是没有人的 好 刚才停在这儿 这个停车的师傅 他说我 他把车停在我屁股后边 就横在这儿 反正我不动了嘛 他把这个位置腾出来给我 一来到这个城市呢 就收到了 有好的对待 特别好特别好 而且你看我这个窗 我今天这个窗帘我不打算拉了 就这样子 冲着大海 看这旁边 这车大家是不是见过 车有刘姐的车 他车停这边了 现在他们带米楼去散步去了 我刚在车里边插了几个包裹 我之前把包裹寄到这边来 维修的一个平衡仪 还有一个手机支件 他有一个裤子染色剂 现在很好奇这个是什么 这个地方风景又好 盖得像城堡一样 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要出去吃饭了 车里边呢 还是 这边比较暖啊 穿的衣服不用穿那么厚 刚才休息了一下 差不多时间去吃饭了 这前面看出去 就是海 这他这边有包的东西 什么在施工啊 很吵 叮叮咚咚咚咚咚 我他应该晚上就不搞这个东西了 说试一下 准备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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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